大家好我是紫语 本期视频呢我们来做一下和美剧猎魔人联动的装备任务 先看一下我的位置啊 我是在威伦 我前面的位置呢就是恶魔坑 小怪追我啊 没事不用管 好到地儿了 有魂之火指引我帮助我 请降下征兆 什么征兆都可以照亮威胁我们的黑暗 你等等 太后我不是战士 救命啊来人啊救命 别紧张 我一般不傻需要帮忙的牧师 我不是牧师是执事 刚从神学院毕业才两个月 这是我第一次传教 你你你你不能杀一个第一次传教的指示 呃等等 你的眼睛 黄色的铜人 啊没错 我在书上念过 你是猎魔人 也是 反正看着不像家猫或者草蛇 其实草蛇的瞳孔是圆的 不是树的 不过 这这这这不重要 求求你 他们如果打破大门 是会把传染病放出来的 你们教派最近有个人还想杀我呢 就因为我发现他在做麻药粉生意 结果恼乱 所以你说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 哦 我明白了 听到这消息真叫人难过 我会为他祷告的 哎 就连教会里虔诚的神职 也难免误入歧途 而且还特别喜欢轻描淡写 你们教会不是一直看不起猎魔人和变种人吗 现在怎么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了 不 你说的不对 这是世人普遍的误解 就这个问题我和师父讨论了很久 我认为不管是不是变种人 这个世上人人都能向善 我说你真是永恒之火的牧师吗 好吧牧师 但问题是这是瘟疫 你让猎魔人怎么对付 纠正一下 要对付的不是瘟疫 是他的源头 几百年来 这个矿洞 恶魔坑 他一直被用来 当作病患的隔离区 那些没有希望痊愈的人 被丢在这里等死 你其实想要说的是这个吧 我也知道这样不光彩 可瘟疫传播起来就像野火 除此之外 还能有什么办法 也是 这个决定确实不容易 但比起被扔进山洞 严正正地看着自己烂掉 我还是更同情那些病人 他们已经无力回天了 照你这么说 难道我们应该任凭患者 感染自己的邻居和家属 教会的目的 是要保护他们的亲人 现在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打算要我怎么做 矿洞深处 有个闹鬼的炎炎洞 古代的文稿上说 有人 不对 是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 一个自生异病 在深夜低雨的妖灵 偏偏最近 一帮逃兵 占据了恶魔坑 残忍地杀掉了 那些被感染的病患 教会派我们 来敦促他们离开 万一这些人 打开矿洞的大门 往深处走到我 那这里就是第二个可爱的理由呢 我猜逃兵们 应该把你的警告 当成耳蓬风了 对吧 岂止 随行的其他人 都死在了他们手里 只有我逃了出来 求求你 这个忙 你一定要帮 我可以给钱 必须消灭这些强盗 还有这个 邪恶的妖灵 那些逃兵已经被我收拾了 我想 一时半会不会再有麻烦了 真的吗 哎呀 那太好了 不过 我们依然要抓紧时间 矿洞总有一天 还是会被人知道的 真的要猎魔人出手 现在的情报是不够的 这个怨灵 在矿洞里多久了 有人今夜见过吗 是这样 我的资历不够 记录上的内容 只能看一小部分 但要是没记错的话 它是很久以前出现的 就在第一波疫情的感染者 被送进去以后 有一次 教会试着进行驱魔 可是 我也想亲眼看看 结果怎么样 可他们就不肯细说 对不对 是啊 看守最近报告说 在晚上听到了窃窃私语 像是在求饶 但又特别奇怪 跟闹的鬼一样 吓人吧 可是 我就知道这么多 那定了 这个忙我帮 你最好在这里等着 把钱先备好 没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笔钱花得肯定不远 对了 这个给你是开大门的钥匙 月永恒之火指引你 烈魔人 哼 爱之就值吧 再见 追踪一下任务 接着往下走 这个地方原先 我清徒的时候 已经清过一遍了 但是因为任务更新了嘛 所以里面又有敌人了 直接往下方的这个 开阔地走啊 把他们都引出来 一切解决 而有上剑游 所以对付人类 还是很快的 游戏更新之后 能用法印 真的很舒服啊 比之前那种 轮盘切换的方式 方便多了 好 接着往里走 因为这个视频的时长有限啊 我就尽量不搜刮吧 我忍住 忍住尽量不搜刮 主要以做任务为主啊 忍不住了可能会摸两把 雷纳德的笔记 这个雷纳德在矿洞里面 看到了一种 很像人类的怪 有出血热的症状 这些怪挺危险的 可能是什么新物种 雷纳德在做研究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是西径白虎套装啊 中国风的一套 我还挺喜欢的 前期就可以拿到啊 雷纳德写的第一封信 他还是在给这个奥写信 他是一个猎魔人啊 本来是想过来做一个简单委托的 结果发现自己感染疫病了 所以他准备给自己配点解药 紫条 我要配方 用白去花建筑 可以去上门售的地方看看 请你帮帮我 搜索矿洞 有一个声音在指引我 这是雷纳德留下的记号 他也是狼学派的 凝固了很久 是某种出现人 这里可以用魔法灯使去 不对 不是那边 我在那里 可以看到一些人影 他们很虚弱 还有人在咳嗽啊 这些骨头里散发着黑暗能量 是那个幽灵干的 是在浪费时间 这就对 往下走 这声音还挺蛮横 我愿意走哪走哪 右边的走廊 对 我就在那里 前面有个怪 是雷纳德提到的那种东西 又是一个记号 是在给我带路吗 前面明显是有人在给我带路啊 所以我不能只听这个声音的一面之词 先往前走看看 站住 别往那里走 他在阻止我往深处走啊 感觉不太对 这个任务呢 我不是初见 我只玩过一次啊 这是第二遍 我就开始录了 录呢 其实还不太熟 但是跟着指引没啥问题 雷纳德的第三封信 雷纳德的病情已经加重了 牧师不给他开门 他被困在这片黑暗当中了 记忆力也不好了 他觉得自己出不去了 这是什么 游戏在不停地给你这个 高级亚登福记 其实这也是一种暗示啊 最后要用到这个法医 这种红色的墙啊 就有一个阿尔德法印 打开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病人 在墙里面 这个地方就是 关染病的人的吗 他们想出去啊 得砸墙 但是还是死在这里了 前面这堵墙挺奇怪的 打开以后什么都没有 没什么东西了 接着往前走 有其他令人来过 还是狼血派的 又看到这个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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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不太对劲 你是谁 船走了 又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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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之间抠出来的 病人拼了命的想要出去 把我捆出来 求你 恶不 好杀人啊 再打灯照一下 再打灯照一下 还是这些染病的人 这几个人被关在小笼子里啊 这几个人被关在小笼子里 还挺大的 如纳了不少病人 如纳了不少病人 从前面爬上去 来 瑞娜的 是猎魔人 前面冲刺跳 被遗弃的牧师的证词 有一个牧师自愿地留在这框洞里了 他想要照顾这个红纹病人 让他们临终能得到一点关怀 但是他后来也染病了 教会的爱德加神父 我把他们都关在这里啊 封锁了不让出去 就是让大家都等死嘛 洞里的素材还是不少的 这里有雷纳德写的第四封信 有东西在我身体里而且不肯走 他不让我写信 他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够来找他 要不然他就真死在这儿了 前方下去呢有一场战斗 我把我之前捡到的这个亚登伏记啊 镶嵌在我的盔甲里 这场战斗还不太用得上 但是之后的战斗是非常有用的 我对剑 鬼装在剧烈反应 而且那股臭味 先来一个昆恩护体 然后呢跑到这个角落来 因为这个角落比较窄 敌人的人数比较多 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的话 他们就没法围殴你了 可以用弹反的方式 慢慢跟他们打 活力满了的话就放法印 尽量不要出去 出去会被围 敌人的攻击力还是很高的 被四只怪围很快就死了 等他出招 反一下 开始连击 不要瘫刀 打几下就回来 前面这个快死了啊 先回去 别着急 别着急 好干掉一个 现在不用躲了 出来打 帅气 他们吊的都是一些 不值钱的武器什么的 就不捡了 把周围再探索一下 是用来折磨人的 艾德加神父的笔迹 这之前那个被遗弃的牧师提到的神父 使他镇压了矿洞的暴乱 有人被绑在这把椅子上受尽折磨 然后以某种方式复活 我刚才对付的一定就是他们 好家伙 这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物资啊 这不搜刮一下 不像话了 那就来吧 把这边都搜光 这洞里面已经是个小世界了 看来在这里面关的人不少 这些人的结果都是有来无回啊 被封锁在洞里不让出去了 耶和 耶和 怎么回事 走 哎 别忙往前走 搜刮一下 再把这个红色的门给轰开 看看还有什么 好奔着任务去吧 雷纳德的第二封信 洞口被封锁了啊 雷纳德本来是被请来帮忙的 结果也出不去了 他被一个鬼灵附上身了 叫赤温鬼 他想做魔药抵抗 但是出不去嘛 没材料 什么 矮人烈酒 白躯花 盒子里的东西 指的一定是旁边的盒子 还好白躯花我自己身上就带着 其他的材料目前看也都是齐全的 看来是瑞纳德自创的配方 我方先试一试 所有线索都表明是瘟疫妖女 不对 那些症状更有可能是指纹鬼 得准备一下 根本就不想帮我 赶紧回去 根据任务的提示呢 先把雷纳德的魔药给做了 然后再看一下怪物图鉴 赤瘟鬼 瘟鬼 是所有的疫情患者的痛苦凝聚在一起的实体化的表现 他能够侵占人类的肉身 但是他会不断的腐坏这个肉身 所以他需要一个强大的身体 就比如说猎魔人 雷纳德就是让他给上身了 雷纳德的魔药是可以加强法印强度的 利用法印把这个怪给杀死 我忘了这边有个埋伏我的 因为这任务都玩过一遍啊 记得不是特别磁磁 我在想 这怎么有点黑魂的意思呢 小兵开始埋伏人了呢 不像话 死去 这里应该有东西 不 不是这里 已经来过了 这边没东西 盖尔特已经提示了 那么走正路 前方要注意了啊 这真的是一个埋伏 所以呢 我是准备在门口的位置 放一个亚登 然后进来 拧一下他们 把他们卡在这个门的位置 这样方便我打 亚登真的很好用啊 尤其是对付这些群怪的时候 他起到一个控场的作用 上去满一波 不对的话再回去 不好打 这个一直在防御 算了回来 等一下我的活力 差不多了 这只能干掉 多两下 好就剩两只了 就很好打了 我这是一个新挡 所以呢 打起来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有一些强力的技能 比如说半年剑呀什么的 这些都没有 目前的攻击力呢 也不是很高 而且因为等级太低的关系啊 有一些好的装备呢 我现在还用不了 这下面应该没什么了 接着往前走了 雷纳德写的第五封信 喉咙都喊哑哑了 就是不让我出去啊 吃温鬼附到了他的身上啊 没有力气反抗 我只能把他和自己一起 关在炎炎洞里 前方要打boss了啊 在这儿冥想一下 补充一下药剂 好 来 终于是 毁掉他们 就能把我放出来 这么多年 总算把你盘来了 那个妖狸 温鬼 他还在 这里 他就要 控制住我了 快 谁哪里 是我 可 我的力量 在小腿 妖灵 想控制我 把我们 关在炎炎洞里 动马 不能 放他出去 房间居然 布置成了一个 去魔的结界 专门用来对付幽灵 有想法 可我 感觉他 还在身体里 一直 到现在 帮帮我 兄弟 给我魔药 这样 才能把他赶走 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多久了 你自己知道吗 很久 好几十年 这里的时间静止了 兄弟 永远不会变的 不知好几十年来人拿的 你应该知道 自己如今已经死了吧 这副躯体之所以还活着 都是因为瘟鬼在做怪 那就更应该结束这一切 必须这么做 请把魔药给我 我找到了你写给 兰伯特的心 很遗憾他背叛了你 我觉得只要两个利魔人 我们同心协力 温慧一定不是你们的对手 是我太傻 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不该信任 兰伯特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一定转告他 至于你的朋友 我是应该叫奥斯曼的才对吗 你竟敢戏弄我 并没有 我只是怀疑现在跟我说话的 是不是瑞娜的 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但我也不是傻子 你还不明白吗 他会控制住我 他会杀了你 还有所有你们内心 内心 快 喝下毛药 替我完成 冷静我会合的瑞娜的 你再稍等一下 你再稍等一下 再接一个高等龙之梦 这里两种炸弹来回切换人用 把它用光 因为这个火焰有持续的灼烧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boss被钉在原地了 一直处于硬直状态 好最后一颗了 钉完之后放一个亚登法印 现在呢就是亚登发挥真正作用的时候了 因为亚登法印他是有时效性的 所以间隔一段时间就得再放一个 一定不要停 因为我的亚登法印在持续的对他进行骚扰 他就没法正常来攻击我 这个boss攻击力非常高啊 基本上三刀就没了 可以趁他出硬直的间歇过去砍两刀 用孩得法印 差不多了 现在一口气把它干掉 进入二阶段 他的真身显现了 持续躲闪不要停 打法呢还是按照前一战的思路 等空档足够大的时候 就放固定的亚登法印 现在先放这种普通的 环形的 尽量把它放在这个 亚登的环形的法印内 能减缓他的速度 一般砍个三刀就开始闪了 不要持续的攻击啊 现在他开始招小兵了 这样一来呢 我就不得不放这个 亚登陷阱了 不然的话就会被围殴 尽量让自己处在这个 亚登陷阱的范围内 隔一会就放一个 不要离你的陷阱太远啊 在陷阱周围呢 他就会保护你 这个没成功 找机会再放一个 Boss瞬移了 闪 有机会 过去牵一下小怪 退回来再放 他会招不止一波的兵 所以呢 是一场持久战 得耐一下性子来 慢慢打 再放一个 血不多了 找机会切一下药 夹血 现在得找机会放法印了 现在可以放 好继续攻击 Boss快不行啦 这些小怪就猛扑 不用管小怪啊 集中打Boss 最后一刀 好了 好烈 Reno的几百年前就死了 但它的尸体却没有腐烂 很可能就是因为瘟鬼 奇怪 这种盔角我从没见过 徽章虽然是个狼头 但他是平的 阿斯曼总算派人来了 看来众神没有忘记这个仲邪的合国 至于你 我要谢谢你 真不敢相信 他已经消失了 有时候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许又是雷纳的又是温贵 也许两个都不是 不用谢 不过我要告诉你 派我来的不是阿斯曼的 是永恒之火的一个牧师 你到底是谁 徽章是狼血派的但很奇怪 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奇怪在什么地方 和凯尔默汉所有的猎魔人一样 这是我自己设计打造的 那你手够巧的 然而我的徽章是学派从师法的 和凯尔默汉所有的猎魔人一样 一定是你们那个年代的规矩不一样 说起来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矿洞的 是九百七十年 等等不对 九百八十年 我想不起来了 记忆很模糊 零零碎碎的 维尔默汉 维尔默汉 那已经是三百多年以前了 三百 不 不可能 五年以后他们就会派人来找我 最多十年 阿斯曼都会来找我的 莫尔默汉 我很抱歉 这正中了温鬼的下怀 猎魔人百毒不侵 所以他伤你的身 但不会破坏你的肉体 多么讽刺 我用上了全部的力气 就是把他逃出去 结果却把自己 关在了这座炎炎洞的监牢里 在我之前 被送到这里来的人 也遭到了他的毒手 他们很快变得扭曲 丧失心智 变成了半死不活的 凶猛怪物 那些记号 声音 火把 不是你弄的 对吧 这还用问吗 问鬼就是要把你引到里面来 我又太虚弱 甚至都无法注意到你的存在 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当年发生了什么 你是怎么和文鬼被困在这里的 那些邪教徒过来取魔 但一看到我可能被附身 他们全都慌了身 想都不想 就把入口给封了起来 他们可以再派一个取魔的过来 要么 要么 要么去找别的猎魔人也行啊 矿洞里 那些散落的尸骨 全都是为了永恒之火的荣光 遗弃在这里的可怜人 嗯 看到了 就在刚刚 那个文鬼还在几度冒充猎魔人 我凭什么相信 你是真的Renald 那就问我几个只有狼血派才知道的问题 到时候你不就明白了吗 你当真是狼血派的吗 就你那副盔甲 不能说一点不像吧 看颜色 香钉 还有那些薯条纹 当年在凯尔莫汉 他们总是把报废的装备扔给我 说我能够点尸成金 这副盔甲 就是在冒险的路上精心打磨出来的 我本来打算把它做成整个学派的原型 可惜最后没能完成 就你一个人 连攻防都不用 我觉得你干错航案 没准能成个出名的盔甲师傅 或者采缝什么的 阿斯蒙呢 也会把自己的改进意见写下来 我们原本打算 回到凯尔莫汉 一起讨论讨论 不是我不相信 但你有证据吗 搜索我的尸体 左手边的口袋 里面有张图纸 拿着吧 它归你了 遗弃狼派的武器和装备啊 虽然身上的幽灵除掉了 但你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我得让你平静下来 你的意思是说 不能让我变成我们要对付的那种怪物 但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 只有把它实现 我才能安息 或者我也可以找些柴火来 架个火堆 把你的尸骨一把火烧掉 你要我带着痛苦和悔恨 离开这个世界 你就打算这样处置我吗 狼血派的兄弟 你说有个牧师派你来的对吧 那把他带来 我要和他说句话 了却我个心愿 为什么 跟他谈经论道吗 几句话能改变什么 想开点雷纳德 我要盯着他的眼睛 然后问他 把人丢下等死 饱受折磨 他的永恒之火 会怎么说 把你关在里面的是几百年前的牧师 和那个男孩没有关系 那你倒是把他们带来给我呀 不能吧 我想也是 那好吧 就说几句 仅此而已 我明白 你这话里话外是什么意思 不管你是想多了 我根本就没有恶意 而且就算有 不是还有你可以保护他吗 那好 我去把牧师找来 让狼穴派的兄弟完成遗愿 不明白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 所有这些尸体 这么多血 我 我不知道 瑞 瑞 瑞奈 你受的苦我听说了 我本以为自己可以帮上忙 但罪念如此深重 如何才能弥补 我只是个 微不足道的执事 执事也好 大主教也罢 你们都一样 永恒之火只接纳两种人 罪犯还有伪君子 我发现了一群牧师的遗骨 当年他没有放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他是罪犯还是伪君子呢 罪犯还是伪君子 那我问你 把他封死在矿洞里的又是谁 是强盗还是巨魔 都不是 是他妈的永恒之火教会 你看看他 他还是个孩子 他犯了什么过错 是背错了经文吗 还是在摘戒的时候偷吃了点心 他唯一的罪孽 就是听信了微君子的说辞 这个孩子 这个牧师 他会把猎魔人当人看 如今 像这样的孩子 已经算是宾威品种了 其 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会 教会并不会看不起变种人 因为我们的经书上说过 要尊重和恋爱所有的生命 可不是 看看这儿 你们多尊重生命呀 司徒说过 他说 我都被弄糊涂了 我这辈子都把他们的教会当做真理 可 可现在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教会里当保护弱者 为苍生带来希望 可我在这里目睹的一切 让人这么适合 我该何去何从 真棒 信仰还动摇了 这算什么 已是心软还是真心悔过 出去以后 你在这里发现的真相又该怎么办 你是个英雄 你阻止了一场灭顶之灾 现在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办 要怎么做你才甘心 英雄 很久很久以前 我也觉得应该以大举为重 那是我年轻 有抱负 斗志旺盛 可现在 我累了 我没有这个经历 也不想去讨论什么教义 或者是庆幸这个世界得救了 他们早就被时间消磨得一干二斤 你也许没了年轻时的勇气 但我知道谁还有 谁说做好事就非得入教会 靠自己也一样 对 对 你说的没错 我不会弄为葛瑞了 我要留下来 把这里 变成一个医务所 让它真正的成为 传染病患者的避风港 毕竟我上神学院 是为了服务大众 而不是教会 我这是在干什么 几百年来 连吃温鬼的诱惑都没有屈服 如今却不能原谅这个男孩 难道说这么多年来 是仇恨让我保持着理智 也许是这样 但那是从前来 关键在于你现在怎么选择 你的牺牲不会白费 放心吧 从今天起 我要脱离教会 并且把这座坟墓 改造成一个圣所 用它来纪念你的所作所为 愿你安息 善良的猎魔人 是你改变了它 瑞纳德 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 还是纪念别人吧 我又不是什么圣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 猎魔人 我觉得这样最好 结束了 我们走吧 雷纳德安息了 永恒之火在上 我觉得 不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可 话虽如此 要把过去这二十年养成的观念 全部抛弃 给 这是你的报酬 谢谢你的 你的帮助 我看未必 用不着全部抛弃 毕竟你看的那些经书里 也不完全是糟粕 也许吧 但我现在也有点迷茫了 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 也许我只要找到 永恒之火真正的光芒就行了 再见了 曾经的指示 愿你成功找到 瑞纳德提到奥斯蒙的留下了笔迹 如果能找到的话 也许就可以把盔角完成 下次回凯尔摩汉的时候 可以去图书馆看看 以永恒之火的名义 还有我自己 实在是谢谢你 电魔人 切出来大地图看一下 凯尔摩汉呢 凯尔摩汉呢 我现在还去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过到凯尔摩汉的剧情 点开地图之后呢 是没有这个快速移动的标记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得到的这几样装备啊 看它的属性 哎 很遗憾啊 因为我等级太低的缘故啊 这几样装备我都用不了 要求是二十几 我现在才十三几 不过没关系 可以先把它做出来 属性呢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 高兴 其他的呢 都可以做 只有银件 我现在做不了 这个宝石是搜刮和做任务得来的 我现在还没有 那么我就 准备去把其他的装备先造出来啊 用预览的方式给大家看看 现在除了那把银件 其他装备都造好了 来看看 还是非常帅气的 就我猜测啊 凯尔摩汉的那套装备 应该是美剧烈某人第二季里面 GALT穿的盔甲 好看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哟 拜拜拜拜